我最近註練一個蓮友 姓楊的楊居士 她是一個女仲 她以前有一段期間跟我一起放生 因此到隔了很久都沒有再來放生 那在幾個月前 我在放生的時候才知道 她在我們新別市的新店 被車子撞了 撞擊以後頭部受重創 然後昏迷在慈濟醫院 後來我在現場 我有幫她募了28部地藏經回向給她 也為她放生 這個現場放生功德有回向給她 第二天我就到慈濟醫院去跟她關懷 她是插管兼重度昏迷 我跟她回向完了以後 開示完了以後 出來的時候她女兒在跟我講一個故事 她女兒跟我講說 她媽媽就是這個楊居士 年輕的時候跟她先生吵架 她後來是離婚 她跟她先生吵架鬧群戲的時候 她先生養了一隻小猴子 她為了報復她先生 起了懲恨心以後 她就把她先生養了這隻小猴子 吵架的把她 不給她吃東西 吵架的把她餓死 所以楊居士女兒跟我講 所以當時那隻小猴子死掉的時候 第二天她媽媽坐在椅子上 就是那個謊神的樣子 很像那死氣的那隻小猴子 所以我想有很多地方都會碰到這種猴子 來侵犯到民宅 比如我們台灣很多新聞報導 高雄壽山有很多動物園附近 都有很多放生的猴子 或是野生的猴子 都會侵犯到民宅 去密室去找食物吃 那有些人就累殺 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 我住到新加坡一位居士家裡 郭萊馨居士的家裡 他福報很大 他請我去演講 我到新加坡去演講 他那個房子裡 都常常供養出家人在他家住 有些是法師 有些是法王 密教的法王都住在他家 他家房子非常的大 福報很大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旁邊的那個森林裡面 因為他住在這個別墅區 那旁邊有很多森林 那猴子都爬進來 那郭萊馨居士就跟我講 他太太郭太太說 他說這些猴子進來 他們旁邊有種了一棵水果樹 那水果樹他們也不說成了 他愛吃就去吃 因為他一歡講就跳進來了 然後這些猴子很聰明 知道哪裡有水果 他水果拜那個佛桌上的水果 他會爬到佛桌上把水果拿走 其他他不在現場胡鬧 有些猴子他會在現場拉死 或是把家裡搞得一團亂 我們這位郭居士 他們夫婦很慈悲 他們也不忍心去傷害他們 他愛了就給他來 跟他和平共存 你拿了就走 我也不補殺 那猴子他懂得這家人很善良 所以他來了後不在現場撒野 拿了水果他就出去了 他就離開 他也不在他家大小便 這是什麼 他們也有那個靈性 他知道這一家人心量很大 所以你絕對不能生一個厭惡心出來 你生一個厭惡心 那就會有懲恨心出來 你就會想幫我裂殺 所以呢 這個我們常想說呢 一戀乘興起 百萬帳門開 所以這個地方告訴我們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道理 真正懂得因果教育 不敢為悔作呆 這老法書開始的 老法書說今天倫理教育重要 倫理能不能把人管好 老法書說很難 為什麼 因為人的息氣太深 太重 古人所說的高敏重力 他能不能保持得住呢 保持不住 保持不住 他就會被師叛道 民力的誘惑力力量太大了 能保得住嗎 但是如果懂得因果他就不敢 老法書說 你看西洋人 像西方的人 西方的人他們有一些思想 他們的哲學 認為武力擺第一 就像美國一樣 什麼都要用武力解決 都到別的國家去侵略 賣武器給別的國家去打戰 美國造的這個沙葉非常重 西方的人認為什麼呢 他們認為有強大的武力 才能夠躲起掙錢 才能保持自己的富貴 短期間內好像也出現效果 但是最後到時候都滅亡 都滅亡 亡國 這就要講到英國 英國的問題 沙人要不要償命 欠債要不要還錢 從前他們有宗教 宗教裡面也有講英國啊 可是後來這些帝王把英國刪掉 他認為刪掉英國 就不會有堕地義 殊不知呢 刪掉堕地義更嚴重 為什麼 讓大家不相信英國 不講英國 所以英國教義 如果真正懂得英國教義 不敢為悔作歹 懂得倫理道德 是不好意思為悔作歹 因為怕良心責備 但是在高明厚力的誘惑之下 往往昧著良心 他就屈服在名利之下 他就會幹壞事 所以真正懂得英國教義 他不敢 英國裡最大的 有沒有天堂 有沒有第一 有沒有報應 真有 不是假的 我 是 是 感谢观看